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那个暴力女孩呢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音乐采风 每个人发了开机器去采样 然后呢 用这个采样去完成 他们想表达的一个故事 对于那个音乐人来说呢 比较重要的是想象力和感染力 我们听采样的第一反应 我们去评分 打分是从一到五分 今天还有一件事 就是全是匿名的 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谁 然后这个事我参与了 所以我就不能参加打分了 就是带满分各位打分 那我们现在开始听续号一 咕噜咕噜 行李箱慢慢滑着 卡塔 你走了 卡塔 悄悄听听 你还在吗 叮咚 这回真的走了 卡塔 真的走了 我不说不代表我没有再偷偷不舍 一二三局 那孔老师 你为什么都是四分 我觉得这个做的非常有画面感 配合他这个写的这个文字 脑子里会构建出那个画面 我觉得挺有代入感的 想象力所有的采样太具象了 我觉得 其实完全可以 把你走了和你还在吗 用别的声音去代替 比如刮风的声音 你也可以录一些人声的感觉 我觉得都可以代表这个元素 它确实太具体了 这么清晰地表达一个关门 然后拉行李 这不用想象 这是一个更写实的这么一个方式 行 那我们听第二个吧 小时候的我以为 清晨鸟叫 篮球场争吵 手写道歉信 广播体操声 就是离别 一二三四一一七八 后来我才知道 真正的离别 是从来都是悄然发生的 没有任何的仪式 也来不及正式告别 好希望梦醒来后 再说一次 好久不见 是 其实我呢 就是比较受他的这个简介的影响 因为人经常说嘛 就是很多人会跟你相遇 然后又在这个不知不觉中消失 这个想象力 就对于一次离别的诠释 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 他说就是 真正的别离是 没有任何仪式的 也没有重视的这个告别 我觉得这个还挺打动我的 可是 整个音频 我觉得跟这句话 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有点搭不上 词不达意了 没有感动到我 他这个想象力啊 相比第一个确实要复杂许多 但是他可能是 这个采样 确实有点复杂了 就像孔老师说的 就没有感受到 特别大的感染力 那咱们听第三首吧 旭三 在所有的冒险故事里 主角的第一章 总是背景离乡 幸运的是 小勇士 有着他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形影不离 共同努力 和往常一般的训练场一样 伙伴被匆忙而突然的带离 甚至没能好好地进行一场告别 小勇士也从出离家时的兴奋期待 随着身边人的逐个离去 而变得更加迷茫 就在这时 他收到了远方家人的传讯 小鸟站在枝头 永远不会害怕 不是因为他相信树枝不会折断 而是坚定相信他自己的翅膀 没有人能够陪伴整个旅途 冒险者唯一能做的 就是背负起伙伴的意志 更勇敢 更努力地继续前行 擦干眼泪 小勇士重新踏上冒险之旅 他的步伐愈加坚定 我们把牌子举一下 他的想象力也比较复杂 但是他的想象力要通过这个采样 来表现出来 明白 所以我听到的能感受到的 就相对来说比较少 我给的是想象力两分 他想象力让我觉得有点垮掉的原因 就是所有的东西 其实文字我是看进去了 但是没有听到那个声音 反而只听到了可能通过钢琴的一种 踏上真诚的一个渲染 所以就会觉得有点空洞了 对 我跟他感受类似 文字写得很好 但是他这个采样里边用到的元素 体现这个内容太少了 所以我觉得在想象力这块 我就觉得可能还不够成熟 那我们听第四首 还记得那个夏天吗 比肩在视线上摩擦 与黄波琳一起奏响了三重奏 夏天记录了我们的青春 一切都会有答案 那条题目我选的是 我选的是歌手 我是两个四分 这个主意挺好的 就是用这些采样构成了这么一个场景 它的完整度挺高的 所以我觉得感染力也不错 它在所有采样的衔接上面 它是有呼吸感的 它并不是一大堆拳撂进来 所以就会觉得 让你突然给你一下惊喜 这是什么声音让你去自己想象 结合文字来讲 我觉得讲的是某一个阶段 最后一场考试 比如说我选择歌手 我觉得是大四的最后一场考试 我们即将不如社会之前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这是离别 那个续号五 那么多年龄 筋 师 英 它们分别象征着 我们物质世界的四大元族 地 水 火 风 然而 这四大元素所构建之物 都只是暂时的组成 因缘而起 缘散则离 聚合离都是涌动且横变的 一次别离 其实也只是万千次别离中的一次 我给了五分 干利给了三点五 如果具体地说一次别离的话 我没有感受到 如果说是一次别离的话 首先我觉得完全没有 只要把时间轴拉长 把无限大能看到 其实它这个是很正确的 还是一次别离 对 还是一次别离 这个想象力我给了零点五分 您刚才说 只给了他们两个小时时间 给了他们录音笔 让他们去采样 让他们去录东西 他的两个小时 能录到相经 失音的声音吗 我不是脚性 因为别人都在这么做 反而他就出奇去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说他这里边唯一真录的是什么 是他那个人生吗 是 人生康泰克弄的 那OK 就是说他没有做任何食材 他只做了采样库的选择 那这是这一部分我觉得 我觉得 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食材可能更有情感一点 因为别人采的东西 本身人家可能做得很好 他本身就给他加分 我就把这个分给他剪下来了 但是我感染的力还是给到了 因为他的音乐部分 还有他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所谓的那个 大和小的对比 渲染的这种哲学的这种 这种思辨的东西 我觉得是有的 这个东西它的主题很好 好 长虎老师 我这里打的是全满分 想象力五分 感染力五分 你跟大头老师一样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各位老师有自己的评判的一个标准 那么我还是遵循我自己第三轮说的 我的标准就是 我觉得我今天听所有的音乐 我就想去感受它里面氛围的那个能量 所以这个音乐我觉得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我想到一句话 四个字 入室修行 给我的想象力特别宽 然后我又特别喜欢最后一句那个人声的哼唱 我觉得他特别点题了就是因缘而起 缘散则离 所以我所有的给满头 七号六 别离每天都在上演 从疫情开始 数不胜数的医护人员依然奔赴前方 他们与家人的别离 是为了更多人和家人不别离 坐上迷家的车去远方 穿上厚厚的防护服开始忙碌的工作 漫长的一天只有下班清洗完之后 才是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 这是他们的日常 也是我想记录的平凡又伟大的别离 愿一切安好 早日归家 首先感染力非常强 画面感极强 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染力是非常有 非常在的 我是二分四分 很高了 对 音乐感染力是一样的 就是确实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 这个艰难的两年 这个为什么想象力我打了二分 给了高二分 就是他从中到尾一直在做 他全部感觉是自己去录的东西 或者他一直在持续地做 他一个采样的一个画面感 这次不是通过音乐给的画面感 是通过他的采样给的我画面感 我觉得这一点他做的真的是挺好的 能再加零点五分吗 这个我觉得是我现在听到的 比较好的一个 我们就从这个考试的这个小考的这个层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提达的最好的一个 很贴切 然后采样运用的也都非常准确 所以我个人给了一个 就我觉得比较高的 高的 就两个四分 那咱们第七个 有人相拥而泣 有人默默站在那里 迅速前往12号 有人留下匆忙背影 喧闹嘈杂的机场里 每个不起眼的角落 都在经历一次离别 广播喊我催促登机 一步一回头 你们却还站在原地 挥着手臂 每次同样的叮嘱啊 千遍万遍也不腻 这是今年的第十三次别离 很想你们 但没关系 别离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看我又回来了 带着更好的我自己 小孩儿我们到哪 十号出口了 快点出来啊 我觉得这个算及格 能感同身受 就是她在这个机场的这个画面 我能想象得到 站在一个就是这些女孩的一个小姑娘这个视角 去理解这个事儿 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是一个小感动 想象力给的三分 感染力给的三分 听感也是跟这次考试也是标准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都是很正常的 就很生活化的一个东西 这个音乐我感觉是七个下来 最后一个是就非常正常 非常标准的一个听感和一个想象 基本上就是完成了题目 然后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 但是也算完成了是吧 就能听得出来是在这个主题的事儿 但是没有任何出彩的点 请进入密室 迎请你的小考结果 第三场近年主题为我就是爱 构有五组合作嘉宾 小考排名决定匹配合作嘉宾的优先权 本场近年排名 最末一组整组淘汰 又来了 成绩单在这里 天哪 搞得这么花里胡哨 就是能看看都是谁给我打低了是吧 让我来看看 这是哪位老师想象力给我打的一分 签名签得这么的潦草 是怕我认出来 整个音效让我感觉其实挺着急的 不是个特稳的状态 所以我打得有点极端 实话是说 如果把钢琴去掉的话 我感觉没有什么想象力里的东西 想象力给了我一分 感染力一分 我真的 我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 他的想象力也比较的复杂 也没有什么感染力丢了 我觉得有点垮掉 他其实没有其他的元素 有点空洞 排名第四名 所以就是说我是第四个选人 是吗 等于说没有人可以选 这个想象力 就对于一次离别的诠释 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 没有感动到我 要是作为一个小考的话 我觉得可能不太及格 这个采样确实有点复杂了 像孔老师说的 就没有感受到特别大的感染力 我接受 除了我不会编程 其他东西我觉得 都可以慢慢摄入 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倒是真的没有想到多少分 过程太重要了 对我来讲 都是很正常的 就很生活化的一个东西 听得出来是在这个主题的事 但是没有任何出彩的点 抓垮纯净 第三名 他的这完整度挺高的 所以我觉得感染力也不错 他在所有采样的衔接上面 他是有呼吸感的 谢谢李老师 我好久没有得到满分了 我全满分 我给了一个满分 首先感染力非常强 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染力 是非常有 非常在的 我打了两个满分 想象力0.5 这个想象力我给了0.5分 他实彩 他制作了采样裤的选择 实彩可能更有情感一点 因为别人采的东西 本身人家可能做得很好 他本身就给他加分 我就把这个分给他减下来了 说一次别离的话 我没有感受到 这个制作水准非常高 这个音乐我觉得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我想到一句话 四个字 入室修行 所以我所有的给满分了 谢谢 谢谢各位制作人老师 先选择一种舞台风格 该风格对应的嘉宾 将成为你第三场进演的合作伙伴 我还蛮想选视觉摇滚特立独行 复古摩登的 所以说我有一堆想唱的粤语歌 跟这个风格好像有点靠 国舞青春 国舞青春我就全退了 我想选 这次要不玩大的 我选性感甜酷吧 因为这几个我都蛮想选的 但是性感甜酷比较陌生 对我来说是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视觉摇滚 这是那种吗 算了 选它吧 这次玩大的 我觉得特立独行就是 想象不到它具体 或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确实在这个节目 也是奇奇怪怪 所以我就选特立独行好了 复武摩登吧 看一眼 那就是这个有人选了 不能选了 不要有人选 那咋办呢 来什么接什么吧 很遗憾 你的小考名次为第六 你的小考名次为第七 意味着你失去了 合作嘉宾的选择权 请翻看五个舞台风格关键词 以及小考前五名女孩的 选择结果 我选择权 亚米 选了视觉摇滚 特立独行 我就想看 善一纯 特立独行 感觉它会爆裂 国舞青春 我的名字 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被选择也是可以的了 安琪 这下落入我的手中了吧 这一次主动权在我的手里了吧 来 现在给我配一个BGM那种偶像剧的 相较于我们之前九十秒的那个舞台 看到的表演 我觉得今天的安琪依然非常非常的完美 我就是觉得很优秀 安琪 我的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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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卓玄你选了谁 我选了你 我跟你讲 我现在跟你结仇 我现在活很大的 我也喜欢卓玄 即使 那我就先选他好了 希望可以跟他有一个合作的舞台 我和陈卓玄 就好不容易就是在一起了 曾经擦肩而过的我们 这一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所以到现在还是没有我 最后一名 性感甜酷 我觉得如果 是要体现性感甜酷这个主题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 很不一样的女孩子会比较完整一点 宋雨淇吧 这一次我会和宋雨淇一起完成这个性感甜酷的舞台 性感甜酷 是 请打开 我就是艾伟俊佳 查看你的合作嘉宾 设计摇滚 不是吧 复古摩登是谁 他为什么是国务秦传 枝头 枝头暴力 欢迎进入 XXXL暴力层地 一定要用 坐下 准备 你好 坐好吗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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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唱 你一来的话真的 没有 你的唱实在是 就给我印象太深刻太深刻了 真的是唱得好 没有 没人可以跟你比唱 没有 唱的都休息 猴猴 到这儿 唱的猴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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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 不知道 可能是不是得嘉宾 然后都聚集了 然后不知道要干吗呢 导演呢 快让这些小姑娘起床了 我们这儿等着呢 早起来老师 还是不知道我们可以听得到 他肯定不知道 上位吗 往上走 怎么要这么接头吗 这个弄的 声音好好听 声音好好听 我们再走一遍 好 清楚 他脾气太好了 这是有人控制的还是真的就感应的 感应 好可爱 好鸡翅 他讲话 真的我们也看得见的那一种 真的我们也看得见的那一种 对 对 对 这是 舞台 是 只有我一个人 为什么游戏机是假的 你第一期是不是也是这样 你先进来的 然后我就开始给我的枕头打气 你看他疯了 好无聊 好偶像 没有东西玩吗 海盐般若 没有 海盐般若 区域限定 然后 石榴 好 好可爱 太无聊了 感觉比比一个人可以录一起走 也有 你在等谁 等你 好吧都好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真的 我蔡老师 她是玛利奥吗 怎么穿得这么 我看到你沉练来了 所以你是跟谁 我要跟一个 一个组合里面的一个小姑娘 我们的蔡国庆老师 你们管她叫小璐 反正唱跳很棒的 但对我来说 那你要挑战有点大 你要跟她一起唱跳吗 要啊 哈哈哈哈 所以你这几天都在练舞吗 练 你这有一个电影啊 叫红武鞋 你听说过吗 哦哦哦 你看看哥哥 哎呦 穿上红武鞋 你要穿上红武鞋 哈哈哈 让她给我注点神力 我还有一个知道有一个 我跟她合作过叫安琪 哈哈 哈哈哈哈 她们叫The Nine的组合吧 对对对 九个小姑娘是吧 我觉得现在新的一代真的是 每次就让我们这一代的 看的之后觉得 特别的在舞台上 她们更那个有那种光芒感 因为炸裂吧 爆裂有那种光芒感啊 你也是新生态 哈哈哈哈 我们那一代 在舞台上唱歌都太老实了 嗯 唱完了之后 谢谢大家 嗯 这内涵的 我们那一辈太老了 这样现在在舞台上 就是站在那里唱歌 呵呵呵 就是 说来就有点儿 来人了 来人了 来人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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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久不见 谢谢 雪儿姐姐 就你装发酒 雪儿姐姐 除了一惊的那个白白说 她的肩好宽 我好羡慕 我也想要 我这个肩太窄了 你今天过来了吗 还是昨天 昨天 昨天来了 一根水 The Nine的孔雪儿 这一次我会和宋雨淇 一起完成这个 性感甜酷的舞台 性感甜酷 对 都是你们组合的 对吧 不 不 我组合是安琪跟柯 我们还去过表演过中国话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对 春晚 对吧 对 特别好 你记得个啥 蔡老爹 我当然记得 蔡老爹 BB姐你跟谁 我 我跟 BB姐 很帅 很帅 陈依存 给谁 陈依存 陈依存 怎么办 我有什么不想的预感 你们的主唱担当 陈依存不是我们组合的 她是好声音出来的 冠军类的 我知道了 对 好声音出来很厉害的 蔡老师啥也不知道 什么都是她 就是跟她一个组合的 你们唱什么了这次 我是有我的一点点的歌 跟Levsey的歌 感觉你们都要唱跳了对吧 她是没有很 就是很大的那种舞蹈这次 是吧 还有一瓶路头 雪儿姐 那你们这次要甜美还是酷 不甜 不甜 就是甜的 我们舞蹈倒不难 就是可能道具 什么 我都要疯了 还没有 旗袍主题 那你们都要穿旗袍 对的 舞台剧 对啊 咱们都是 给我拉住她 暴露了 暴露了 她等一下就直接开始表演了 就是告诉她们是怎么演的 欢迎来到XXXL爆裂基地 是 师弟 你好 不认识了吗 这个是 这不我们罗老师吗 他是那个演员 对不起 对不起 他们的师弟 他们的师弟 就像卓璇是我师妹一样 你都认识吧 认识吗 没有 来 先跟小几个小弟子打招呼 你们都认识啊 他是我师弟 是吗 我是你师哥 我是你师父 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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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了 快坐 好 他们特别像就是 一个朋友邀请了他的很多朋友来这个聚会 但是他们的朋友都不太认识 这有什么玩具没有啊 玩的 傻等 我看过一遍了已经 傻等 那个按年龄按岁数 岁数岁长的坐这儿 来来 岁数岁长的 你别客气 龙哥 龙哥 你这回子干吗来吧 这是 配合一下吗 配合啥呀你是 演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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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是来朱镇表演吗 对 朱镇表演啊 你朱镇谁来着 乐队 刺激 二手玫瑰我好喜欢的 罗依舟 罗老师 是一个很我想不到的一个组合 其实 都还是比较有个性和态度的我觉得 就等你呢 就把你的那个你要演什么 都要说 你在这儿要演 你先演一下 演一下 就等你呢 又开始坑了 不要听他们说 好多 我们都演完了 刚才都过关了 我们都把自己今天要演了一小片段在那个台上 对 我不信 哈哈哈 我这说完了 你们哥那么聪明 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 你准备一下 你那个有什么拿手活什么的 学活在这儿要演一下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是吧 是真的吗 弟弟不会骗人的 弟弟说是不是 你看 我们凭一个那个顺序 我们是顺序 顺序 对 但要先看你的表演 来 鼓掌 来 来 这段上 再来 你哥那么聪明 杨敏 杨敏 真的没见过 就是可以把我们一会儿要演的东西先说一下是吗 对 什么 或者你来一小段吧 你以为最好的一定一小段都行 一段唱词也可以 唱 对 对 不会 还是不会 你干吗来了 反正是准备了 对 你干什么来了 等会儿再揭晓 先决不掉坑 吓我一跳 欢迎各位嘉宾 来到XXXL 动力局地 首先 邀请嘉宾 吓我孔雪儿 进入密室 恐怖密室主题还是动脑的呀 密室逃活 对啊 我觉得不是密室 那边就让他出去休息去了 除非我听到什么密室有尖叫声 那我相信 不要 干嘛呢 撒娇呢 蔡老师你耳朵太好了 对啊 雪儿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吗 是 是 好 甜妹 你试试 你试试 好 好 你现在的第三场进演 本场进演 规则为五组中得分 最低的一组淘汰 您的面前是五组表演阵容 情愿读以下问题性做的 你认为除你们组就在哪一组实力最强 他们来做这选择了 我觉得 这个 你认为哪一组对你们组威胁就是 这个问题也有 嘉宾你要这样为难吗 对 好伤人 不可以选我们组对吧 我的雪儿你还在密室里吗 可以到我在做任务 可以到我在做任务 还有任务 任务好长 做几个餐 差不多得了 没事雪儿 你做不出来放弃吧 好建议 听姐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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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 因为其他的我大概能够想象大家 在一起的那种画面 但是他们我有一点想象不到 就也可能是最大的威胁 也可能是最小的威胁 对 本期嘉宾合作是 我就是爱 你前面有无恶口味的 灵堂 灵芝 灵卡 清爽不怕胖的元气森林 请你选择运最爱可谓平底的 数字将成为你们组第三次进演的上场 什么 什么东西 我选不好他们会怪我吗 我选红香苏黎味 我选红香苏黎味 还行 中间吗 一共五组 你认为除了你们组之外 哪一组实力最强 二手玫瑰 谢谢 你认为哪一组对你们组威胁最小 蔡国庆老师 请说出你心目中最想合作的暴烈女孩 陈卓玄就是经常少女吗 363吗 见过她她可能不记得我 去年参加过一个节目 对 手是我不知道 这好多 他们每个团都有个手是吧 还有这种的是吗 跟那什么似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对 这陆克兰其实我不熟 但是我觉得这照片很酷 对 对 这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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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应该是这样 这边是什么 你们的那个 对 这边是什么 我选十六红树梅味 你认为除你们组外 哪一组实力最强 我没看过 我咋知道呢 好了 我选旗袍吧 为什么 你不是出我们组来挑一组吗 那我也不知道 我就先挑它 拿个奇怪的味道好不好 就是我没有想象过的味道 清明仙人掌 现在要看吗 现在要看吗 我不 我走了 我走了 我太想了 我都想这个 拿到最不想的那个 第一个 第一个 你看我那天做的那动作 我就觉得 他今天做这个 就是这个胯要这儿出去 对吧 往反着的 对吧 往反方向 对 你看这样 这样 他们在干嘛 怎么跳起了 后来我就变成这样 对 这么带一下 胶上了 还刺 这个不错 踩过去 对 踩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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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他啥都跳过 小罗 老师 哥给你赌卡 有内存卡 叫规则卡 好的 老师 你认为哪一组对你的 对你们组威胁最小 听起来那个问题很刁钻 安琪 你敢威胁老爹吗 问你的 安琪 我不敢 我以为那个 安琪能选老爹呢 得 他没选我 没有权利 牛一周 直出直拍 高清 梁龙老师选择威胁最小的 是你们组 是我们组威胁最小的 是我们组威胁最小的 我还告你 我还真看不上你 你真的 你连威胁都不是你 退下 这就是我对他的回应 退下 百香国 怎么样 程姐 又再一次第一个出场 好 先打开这个 又是你连威胁最大 又是你连威胁最大 易周 老师 我告诉你 你可真的要小心点 真的要小心 真的吗 里边可不能 真的很不容易对付那帮人 是吗 老师 好可怕 好吓人 我还见过一个 太可怕了 咱们太责了 真的 老师 真的 好 老师 待会儿先我 你抱一下哥 给你勇气 好好好 给你元气 元气 加油 好 谢谢老师 给孩子吓的 哪一组最强吗 我感觉 我感觉 因为都是我的前辈 我感觉大家都很厉害 那你觉得 哪一组的实力比较弱 对你们的威胁最小 别掉坑 那不让你走 我觉得舞台上 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 真的在舞台成绩没有落 落定之前 真的是 没有最强和最弱的 因为 你不知道观众的审美当中 哪一种舞台的表演风格 是更吸引他们的 所以我真的猜不出来 没事 没啥事 问题不大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说恐怖了 这一瓶是海盐菠萝味 我觉得命中注定吧 可以的可以的 你这一瓶是海盐菠萝味 对 本场为爆炼舞台第一次救援 舞台受名数为二十 本场救援 跳出最末的调练女孩 将给淘汰 我们三个梦幻联动 就臭哪地去 大家好 我们是自由组合 我们的组合名是三个女的 吓死我了 吉祥的光送给您 吉祥太苦了 大家好 我们 直接开始吧 我第一次看这罗伊洲 我觉得她跳得还真是好 来 二位姐 让一下 这一组是我非常期待的 他们三个都很擅长舞蹈 就是一顿暴跳 然后超级厉害 就还是希望你下次有点 不太一样的算一出 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目前的排名情况 第三场竞演最后一名的是 是 有点可惜 因为其实他们个人能力都很强 但是 就会感觉有点遗憾 没事 真的没什么 老师好 刚才每个人都改上也踩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制作 好 但是咱们这个时间忒短了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组是在考我 其实 确实 有点考听老师了 这简直当场众目睽睽之下 要这种秒数 对 压力太大了 真的是 对 所以一块做吧 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我们努力吧 好 好吗 那谁先来 马仙 马仙 我过来 咱们先把故事线搭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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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精神了 死他 死他 我需要这种音乐提醒神脑 一分钟在这儿 咱们在这儿收 给你们提点难度 就是在听着音乐讲故事 然后在音乐那个 找他中间的那个节奏 因为那个氛围感 这也太难为我了吧 好难 糗点 这也太难了吧 信息量很大 你怎么讲 还要卡着点说 战斗 第一个声音是什么来着 写字的声音 这也太难了吧 不行 我讲不出来 试试看 我要说啥 你就描写你自己的心里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高考 大家都在写试卷 很紧张 很紧张 也很压抑 但是也很激动 因为高考之后 大家就释放了 我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选择是歌手 挺好的 我说了什么 很好 可以吗 可以 谢谢金老师 谢谢小善 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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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个 来 老师 我要不直接把这个线 可以插到我的工程上面就好了 可以 金老师 我先去赶飞机 谢谢老师 不客气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叶 你放一边 我跟着谈点东西就行 好 我的采样的四个声音是四种动物的声音 你刚才去动物园了 我网上找到 好 这四个动物的声音 代表一切物质的初起源吧 就是 我们人体的四个组成的元素也是地水火蜂 我们所有东西的聚集和离散 都是在一直发生的 我们一直在相遇 一直在离别 所以我理解的一次别离 是万千中次离别中的一次 请金老师和大家听一听 大象 金鱼 狮子 鹰 进化 向前 轮回循环往复 轮回循环往复 剧中的别离 好听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好痛 来 小璐 来 我采样了三个声音 一个是打篮球的声音 然后还有一个是写信的声音 笔的声音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什么来说 广播体操 对 广播体操的声音 然后讲的其实是初中时候和 三个人之间的友情故事 我初中玩了两个特别好的朋友 是两个男生 简称大王小王 我们三个关系一直都很好 突然有一天大王和小王吵架了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大王做错了 所以我就去说他 后来就落掰了 然后他们俩在篮球场打架了 打完架之后 我们就整个学期都没有说话 到了初三下学期的时候 其实就面临中考 然后大家就要去不同的学校了 然后有一天早上四点多钟 大王坐在我家小区门口 然后给了我一封信 信上面都是眼泪水 然后又是个大男孩 写信又字很丑 那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信 二 三 四 一 一 我觉得的离别 不是说分开之后再也不见 那个对于我来说不是离别 其实对于我来说 真正离别是那种悄然无息的 就是那种渐行渐远的 是那种离别 周全 我一直在北京工作 然后很久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然后爸爸出差的时候终于来看了我一次 他今天要走了 但是我不是那种会在他面前表现出不舍的人 所以我说快走吧赶紧走吧 他说好 你也别送我了 我走了 但是他走了之后关上门 我又悄悄地轻轻把门打开 听他要走的声音在响 我为什么不多留他一会儿 然后听着电梯关上的声音 然后自己关上门 开始想念他 他说正好 他是说说话 stood 硬同 刚甲们 shotgun 他正在楼当上批语 我这对那个出来 可是你来说 在那裡 我觉得咱们这个 来点节奏的吧 对 稍微燃一点后面 太悲驰了 什么 是真的一次别离 就是我在练习生的时候 我刚刚去海外的时候 其实也不会语言 然后也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有一个全公司 只有他跟我是同样 99年的一个朋友 他会中文 他虽然是外国人 但他帮了我很多 所以我们俩一起努力进入到 已经到了出道组了 但是突然有一天 真的是突然有一天 我们在练习室练习的时候 他突然被姐姐叫走了 然后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因为他让我继续练习 但是从那之后 他就再没有来过 那事情打击很大 然后就是觉得 我想想讲就是 一个同伴 就是一起追梦的时候 你突然旁边一个 左臂右膀 你的左臂突然没了的感觉 那时候就是 我爸爸说了一个金句给我 他跟我说 小鸟站在枝头永远不会害怕 不是因为他相信树枝不会折断 而是坚定相信他自己的翅膀 虽然可能我们在追梦的路程中 自己的伙伴可能会 因为种种原因 可能不能再陪伴你 但是你要带着他的信仰 就是替他替我自己去继续 坚持完成这个梦 所以我这个素材里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两个人在练习室 练习跳舞 变成最后我一个人在跳舞 特励志的故事 特励志 所以后面给我燃起来 金老师 但是这样行吗 就是钢琴和你的采样行吗 可以 其实我觉得钢琴就是后面紧凑一点 其实也可以 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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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 是 老师这个 那个音音已经帮我加进去 非常好 懂的 不是刚才那个 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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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对 非常带劲 帮我弹 帮我弹 要我帮忙吗 来 一 二 三 四 来 一 二 三 四 我好多余 这是 这不是我的故事吗 好 好的 好的 好 好 恭喜你们 谢谢松老师 恭喜你们 对对成功 我要学钢琴了 真是的 亚米 在那个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去前线支援的医护人员 他们在车站跟那个家人告别 然后我就有看到他们的家人 虽然是笑着给他们加油打气 但是其实心里面特别不舍 然后其实很复杂的 也不知道就是那边怎么样 然后自己的家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然后自己的家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对 其实没有 可能是因为最近广东有一天点严重 对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着嘛 然后就刚好想到了这个 也有很多其他地方的医生来支援我们广东 所以首先很谢谢你们 大概是这样子 好的 谢谢金老师 我这个真的太适合了 很合 那个主题是一次别离 然后在我心里面一次别离 永远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场景 就是机场 然后呢我就是想到一次别离 永远是我父母的影子 父母的声音 然后我不管任何时候进到机舱里面 还是说廊桥 然后每一次回头 父母总是在原地 还是挥着手臂在那里傻傻的看着我 所以我就是做了这一段 和金老师一起 我们到达10号出口了 快点出来啊 元气家满姐妹加油 本节目由灵堂灵芝灵卡清爽不怕胖的元气森林 独江冠名播出 元气家满姐妹加油 本节目由灵堂灵芝灵卡清爽不怕胖的元气森林 独江冠名播出 更爽更炸更嗨 可比克燃炸舞台时刻 本节目由快乐每一刻的可比克赞助播出 口喉健康信赖三斤细瓜霜 本节目由三斤细瓜霜赞助播出 上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K歌搜索爆裂舞台 集结惊吓爆然歌单 每周六周五十二点VIP会员专享 爆裂的后台 围观舞台诞生的幕后故事 来随客APP参与冲压爆裂Girls短视频创作活动 奖金好礼等你呢 打开爱奇艺泡泡APP 与爆裂女孩一起热血一起嗨 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 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 接坐百种惊喜舞台 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 明星玩家已就位等你一起来配 看明星玩家玩明星同款 我是那个萌大丽莎 然后我就得站起来旁边两个人帮我比画框 然后你们俩是这样 你是这样 你是这样宝贝对 然后我是中间 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但是你可能不记得了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 您有一次来云川演出 然后我记得当时您好像在休息间看报纸 然后我就进去还跟您合过瘾 大家好我是韩虹 感谢大家关注暴力舞台 让我们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拒绝不文明行为 拒绝网络暴力 文明发言 专注作统 一切支持 相互尊重 一起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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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微博搜索爆裂舞台话题页 安利绝美舞台瞬间 为爆裂女孩加油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 爆裂舞台释放音乐魅力 艺人数据上Funggi APP 来鱼罐头看有趣明星专访 一贯创意贯贯惊喜 学综艺原版舞蹈就用跳跳APP 零基础学武必备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感谢独家数据观察平台Funggi 感谢特约合作媒体快手鱼罐头 跳跳360娱乐北青网 千龙网亚洲娱乐娱乐中国大众网粉丝网南方娱乐搜狗娱乐 中国文运网的一点资讯成果娱乐网易娱乐一直与影视头条 Zucker之鱼接电 网易游到此点搜狗翻译刀刀记账 暂时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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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